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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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上头说张子晴没事了 就把他给放了 没说这军火怎么处理 我也私下问了局长 可局长含糊地说 说有人通了上头的路子 说是暂时存放 过不久就要运走的 那个小日本人那么着急 跟张锦臣联手 是否想利用张家的码头和船 偷运军火呀 舅舅 你是说军火是日本人的 他们想把军火运给日军 然后再运来杀中国人 应该就是这样 我怎么就没想到 是那个可恶的村上 我得想个什么主意 绝不让这批军火运出上海滩 舅舅 您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你们 一回算了吧 你们就好好的把你们自己管好 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 那好吧舅舅 我走了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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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点啊 阿森 来一下 探长 来 到这边来 局里派去守仓库的人 有没有咱自己的人 有一个 是我同乡 你找他打听一下 那批军火还要存多久 是 我马上去 保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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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哎哎 真的不能进去 总经理是朋友啊 哎哎呀真的真的 我们俩是好朋友 真的不能进去的 真的是好朋友 哎哎你别闯了 你别拉我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老马哥 他真的是总经理的朋友 就是啊 来来来来 走吧走吧 走吧 没事了啊 走 阿森 哎呀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 当上老板了啊 把我给忘了 哎 你小声点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你消息啊 哎呀 你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 我都被警察局抓了 哎呀 我知道 全码头上都传遍了 又说你给放出来了 所以我放心不下来看看你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你过来我跟你讲 哎哎 坐 哦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第二天 他们还说我是私运军火 私运军火 你 怎么可能呢 就是啊 后来我仔细一想 对呀 他们抓的是张少爷 嗯 可我现在就是张少爷吗 所以我让老马跟张少爷说一声 叫他小心点 嗨 哎 这个啊 这个啊 你就不用担心了 他们抓的是张少爷 放的也是张少爷啊 所以张少爷没事儿 是不是 哎 你放心吧 嘿 你说得真对 最近怎么样 哎 不还那样吗 哎呀 在码头上扛大包 现在人多活少 有时候 连个大饼都买不起 嗯 你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我也想过啊 可我一想啊 你当总经理 那是你的命 我的命 可不就是扛大包的呗 也挺好 哎 再说了 你这个总经理啊 也是带人家做的嘛 嘘 哎 那天张少爷回来 你还跟我一样 扛大包 哎呀 别好像他都喜欢 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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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这家说 Peach Rapids 有没有消息 他是第一家 但是猪心之家 但是他什麽 是一个这一顾心来 你之前是这个 这一顾才都走 没有不免 moral 你听我说 我在张家呀 有吃有喝的 白天就在公司 也用不着什么钱 还有就是 等张少爷回来 他做总经理的话 我就跟他讲 让他给你找份工作 韩长 你真狗兄弟 说这些干嘛 对了 那包租婆还为难你吗 自从你上次给了他钱以后 他对我可客气了 这回啊 我要是再给他点钱 我就是太上皇了 对了 韩长 我该走了 那我送送你 别别别 你是总经理啊 没事 外面老马哥 别别别 回见啊 回见 拜拜 我会去看你的 你好好干啊 我等你发财 也要是 你再帮我 你一人 慢慢就 你这样 初来 这 你 他想用张家的船 运军火到东北 再让东北的日本人 来杀害咱们中国人 这混蛋小日本也太可恨了吧 不但霸占了我们的东北 还要霸占上海的码头 是不是张锦辰 没有同意的 他们才能陷害他 是的 碰巧的是 这张家大老爷命大了 没死 现在 这日本人又盯上了他 我在西塘调查的时候 就在张家祖屋门前 又碰到了那个日本人村上 这么说小日本还不肯放过他 好像是吧 我从天津回来 又去了西塘 发现张家祖屋人去楼空 张老爷人也不见了 而且 我们局长 不让我再调查这个案子 说此案已经了结了 我想 这一定是日本人搞的鬼 所以 我要逼张家大老爷现身 把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世 好啊 我看就得这么办 这样 让他们日本人吃个空心藏原 把你放过来 在这一家伙子里 百年之一 把你俩的老爷子 看起来 一千万不杂盈 这一千万不杂盈 你不可以 和那一千万不杂盈 大老爷子 这一千万不杂盈 一千万不杂盈 顾探长 您提的事 我不会不给面子的 可是张家这事 做得也太不上路了吧 张锦臣他死了 我亲自上的灵堂 亲自验的尸 可是他就这么 不明不白地出山了 你让我的脸面往哪儿放了 我手下的那帮弟兄们 我怎么和他们交代 舅爷 那您说您想怎么办 我不难为您 你让张家老夫人到我香堂上 上三炷香 此事就这么了结了 舅爷 您让张锦臣去上香不就行了吗 那不成 当初是张老夫人 要求他先行家规 我袁某答应了他 现在只有他出面 才能了断此事 舅爷 张家老太太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我 好吧 我去试试看 我走 你 你 他 的 不是 怎么 你 是 这 不是 一定有 就 你说 我担心的是 怕有别有用心的人 想利用张老爷 老夫人 我在查张老爷的时候 我发现 那个日本人村上 他也在找张老爷 从目前的迹象看 我怀疑张少爷被抓的事 也和村上有关 不过我手头没有证据 所以我恳请老夫人 您以大局为重 张老爷的重新出山 那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 一来 我不愿意看到 张老爷被日本人利用 二来 我也不希望看到 张老爷重新出山以后 他怕帮会的人来找麻烦 毕竟这事 咱们张府办得确实有点不妥 老夫人 您要是后退一步的话 必定海阔天空啊 老夫人 顾探长的话 说得有道理 您再考虑考虑 好 嗯 我 哎呀 小姐呀 这又怎么了 发这么大火 气死我了 他们明明就是事先商量好的 让老爷假死 然后再办个假丧事 为什么说是我客死的大老爷 往我身上泼脏水 老夫人还假模假样的 还我个清白 我本来就是清白的嘛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 就不要生气了 气坏了自己的身子怎么办 你说这能不生气吗 这叫什么事啊 害得我去西塘去鬼屋的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完了 我找我爸说说去 小姐啊 女士兵 樟田 张府老太太到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谈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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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